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人是最聪明的 却也是最笨的 其实究其根本就是焦人太重情义了 他宁愿自己救错人 也不愿眼看着生命垂危 却仍旧袖手旁观 常义很善良 也很重情义 也因此 纪云和对他的好他全都记在心里 数以百倍的还给他 因为焦人一生只爱一人 所以他给了纪云和的 是他全部的喜欢和所拥有的一切 甚至愿意为了他放弃海里的尊贵的身份 陪他留在岸上 也正是焦人的这份情义 让林浩清抓了软肋 利用他对纪云和的感情开了他的尾 焦人一族 尾巴是他们的权力象征 是他们能够在海里统领一方海域的威严 但是为了救纪云和他愿意开尾 愿意舍去自己一生的灵力 去换纪云和的安全 林浩清那句 你若开尾我便救 是真的抓住了常义的软肋 他知道常义在乎什么 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逼他就范 为了自己的心上人 教人愿意轻其所有 包括尾巴 常义的这个性格讨喜 因为他重情义 但常义的这个重情义 也让喜欢他的人跟着落泪 成于秦义 也败于秦义 最后常义为了守北境一方太平 险些丢了性命 也是因为秦义 他这一生都在为秦义所缠绕 讲到秦义 自然要提到周生如故里的周生辰 这是一个真正一生为秦义所困 为秦义所累的人 小南城王周生辰 一生为了秦义所困 少时为了兄长 自愿舍弃皇姓 领着三千老弱残兵守护疆土 后又因为秦义 历世一生不娶妻妾 不留子嗣 做北辰一生的守护者 只愿换得百姓的安居乐业 天下的一世太平 一生有情 不能宣之于口 即使心里再不甘 再不舍 他也只能把他们压在心里 让他们成为一生的秘密 眼睁睁看着心上人变成侄儿媳 眼睁睁看着他加入自己一生所厌弃的牢笼里 最后连自己也因为秦义放下手里的兵器 放下最后逃走的机会 他这一生太重秦义 从不肯负任何人 却被天下人所负 小南城王一生因为秦义 受人爱戴 也因为秦义被束缚了手脚 最后落得个剃骨的结局 不禁让人扼外 其实看过人家伦采访和直播的人都知道 人家伦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大红石勇敢公布恋情 而后在采访里也毫不必为自己公开乙坤的身份 不仅重于妻子的情 也重于朋友的义 人家伦在圈里圈外的好友都非常多 除了我们熟知的演艺圈的明星外 很多体育圈的明星 也和人家伦的关系非常好 记得有一次采访的时候 他说过他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朋友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他也会很积极的愿意帮忙 真是巨如其人 角色和本尊如出一辙 都是重情重义 真性情的男人 长逸呆萌可爱 率真有趣 小南城王温和儒雅 谦逊有礼 人家伦可奶萌 也可霸气 也是一个观众非常喜欢的演员 长逸的情义让他断了尾 小南城王的情义 让他踢了骨 而人家伦的情义 让他在五年前遭遇网爆 好在长逸最终能和心爱的人相守 周深成虽晚了一世 也最终是圆满的 而人家伦在五年之后的今天 也成为观众心目中难得的演技 与颜值都很值得喜欢的实力派演员 情义有时候虽然让我们吃了亏 但更大的意义上 还是让我们收获了更多